虽然问一下大家 你们会有很强的分享欲吗 我有 我是一个分享欲很强的人 就是每发生一件什么事情 我都喜欢跟人家说一下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会做博主的原因吧 这期视频呢 回答两个问题 我为什么来杭州 第二呢 是不是给他们训练营打广告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旅行的巧克力 那今天呢 是开放日 在训练营里面 它不是说28天 完全没有放假的时间 每个月的10号20号30号 它是开放日 但是只有一上午时间 这时间呢 是可以想出去吃什么吃什么 想怎么玩怎么玩 我感觉时间呢 并不是很充裕 所以并没有出去 我现在的任务呢 是扎钱赚念 坐下来聊一下吧 先说一下 为什么会来杭州吧 在之前的视频中 我也说过 就是想要对自己进行一些改变 杭州是我来过的城市 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地方 其实所有的 也归根于我上一段 失败的恋爱吧 我要感谢我的前任 是真的要感谢他 虽然说可能 杀起码过了一段时间 但是让我想通了很多道理 人呢 要对自己好 这样别人才会更爱你 如果你自己都不对自己好 就谈和别人爱你 钱呢 一定要花在自己身上 既然对别人都能那么大方 为什么不对自己大方一点 当你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自己变得更优秀 可能离你成功 或者 离更多的钱 也就不远了 这种身材 谁看了都会讨厌的 反正我是已经讨厌他很久了 很多朋友说我不碰 还可以呀 不用紧 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 我对自己呢也是有要求的 那我不希望现在这个样子 也会有朋友说 四川也有啊 为什么要跑来杭州呀 大城市嘛 毕竟还是要更潮一些 就是我到后期的话 可能会更换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变换一个模样 我后期会选择中信封 这是我之前就想好的 酷酷的短发 然后酷酷的衣服 这样呢 当我下次出行骑上机车的时候 能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 这是我想要的 所以呢 杭州这种城市 他更能改变我的一些 啊 衣品啊 或者怎么样的 我的衣品确实很差 我自己都想吐槽我自己 所以多看看 多跟别人学一下 我现在呢 不想管其他的 只想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哪怕全世界都否定我 我也要相信我自己 能行的 会很棒的 之前 一年换一种车的方式 很多人都反对 但我还是做了 我想要点练 中国的地图 很多人都告诉我 你这样做没有意义 你做自媒体 就应该哪里有热度 然后就往哪里跑 但我还是一直在坚持 有时候就是这么倔吧 就是自己决定的事情 就会努力地去做 反正我是觉得 我这种态度挺好的呀 我很喜欢 后期每一样想法呢 我都会去 一一给它实现 从小呢 是养成了一些 讨好型的人格吧 对待身边的朋友 总是掏心掏肺的 每次都委屈求全的 以后呢 我只管取悦我自己 不管其他人的看法想法 想要减肥 就好好减肥 想要学习 就好好学习 只要花钱 就大手大脚地去花钱 有时候就想不通 对别人都能大大方方 为什么要对自己 那么吝啬 所以呢 为自己多花钱 不要对自己 太吝啬太小气了 既然有赚钱的能力 就有花钱的能力 而不是努力地存钱 放在那里 任何一事 存那么多钱来干嘛呢 是吧 以后反正也带不走的 所以现在呢 我愿意花钱来减肥 把自己变得更完美 我又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了 好 那再说一下 我究竟有没有给他们训练营地打广告 答案是 有 但并不是说 我从一开始 他们邀请我来 这个地方呢 是我自己 当天到罕州了过后 在休息的期间 刷视频 刷到的 然后也是我主动 问他们的 问了过后 我还提出了 要合作 能不能给我减免一点费用 结果呢 他们老是 回答我这样的 然后让我先交了费用过来 我为什么愿意就说把他们的名字呀 或者怎么样的拍摄出来 因为我希望后期老是能对我好一点 所以并不存在什么免费过来 然后还有什么拿钱 怎么样的 我本来就是一个生活记录型的博主 那我也想记录我从一个肉嘟嘟的 变成一个身材紧致的样子 这是我自己的回忆 我本来就是一个分享运很强的人吧 还有对于我来说呢 这也是一个素材 它可以增加我的 一丢丢收益 那昨天下午呢 我是已经开始跟他们练了 下午跟网上练了脸杰克 对我来说 我是真的很喜欢 原来你真的热爱运动的时候 你在动的时候 是不由自主 会整场微笑的 我很喜欢他们带队的那个欢欢老师 他在台上一直跳 其实很累了 但全程都是笑容满面的 他的笑会感染你 也跟着笑 然后也特别带劲 就一个人你在家里面练的时候呢 他会很乏味 可能练一会儿 没力了过后就休息 就再也不想起来动了 但是这样有一个大团队 大家一起在练 就会激情十足 你要说我自律性差吧 也有这方面 反正我来就是主要调一个时间 我在家里面的话 没人叫我 闹钟响了 我可以掐头就把它去掉 接着睡 但是在这里呢 有时间观念 我知道 必须起 大致情况呢 就是这样子了 后期 我还是会继续每天分享 我在营地的一个生活 好的坏的呢 我也都会拍 后期我跳的稍微好一点的过后 我可能也会开直播 大家也可以根据每堂课的 这个直播来跳 那今天的问题呢 就这些了 后期大家有什么不满的 可以再说出来 好吧 拜拜